防疫做疫調竟然還要化身忍者龜 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提到傳統疫調的困難度 因為發現很多人疫調都不講實話 變成要掉監視器電信足跡 甚至要變成忍者龜到污水下水道去測水裡的RNA 用各種科學方法來輔助疫調 疫調然後方列隔離這是基本功 可是我還發現很多人在做疫調的時候 都沒有講實話 就好像你去過阿公店 你也不會大大大的跟人家講 甚至他有時候怕說 我講的特別是在職場 他講了說 這為什麼當時我們在攤商 這些疫調都會延遲 因為他一旦確診 他旁邊九宮殼都要被停業 所以覺得說我害到別人 所以那個電子足跡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是用來檢視 我們用叫double check 他的那個疫調的這種形成 是不是跟他的電子足跡是符合的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有好幾個感染源不明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些電子足跡在螢幕上跑 你知道嗎 就可以找出他在哪個地方是交費的 這樣我們可以查出說 是不是有哪些感染的原因 你知道 是我們之前沒有看到 不過這都涉及人工智慧 你知道 我們也是現在才開始引進這個新的技術 你知道 因為這樣 一開始病例很多的時候 當然是公衛的處理方式 可是那案例很少的時候 就變成要符合謀思 你知道 這樣一個一個一挑 所以技術上就越來越困難 所以現在要用監視器 要用電子足跡 這個電信足跡 甚至 我說還變忍者歸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污水下水道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台北市都有污水下水道 所以如果那地方有熱區 你知道 到底是哪一棟大樓的問題 要去測那個污水裡面 有沒有RNA才知道 所以這個要 現在就是開始用各種科學的方法來處理 柯文哲也說 現在平均篩檢1000個 才能抓到一個確診者 疫調難度越來越高 所以要從確診者周圍擴大匡列 揪出零星病毒 判逐漸接近清零目標 記者温宇郡台北報導